三次坐牢,三次被捕,总共坐牢20多年 最终成为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 大家好,我是紫长英麦 哈马斯最新领导人终于诞生了 他的名字就叫叶海亚西马尔 这个西马尔呢,他的经历非常的不一般 三次被以色列被捕 三次坐牢,总共时间加起来有20多年 西马尔今年62岁,光坐牢就坐了23年 一般人呢,如果说坐20多年监狱 各方面呢,都可能就衰退,颓废了 但是呢,西马尔在监狱里面 不但自学了西伯来语 这是西伯来语呢,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 而且呢,还翻译了几本有关以色列的政治书籍 同时呢,还写作了一本小说 就是文学创作 这个是一般人真是做不到的 学习语言,翻译政治书籍 创作文艺小说 所以说呢,西马尔呢 他的这个经历是非常不一般的 而且呢,他的就是对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态度啊 整个的在哈马斯里边呢 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拥护 因此呢,在这个前任 哈马斯前任最高领导人哈尼亚呢 被暗杀以后呢 很快呢,就确定了西马尔为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 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西马尔领导下的哈马斯 将要何去何从呢 目前呢,呈现出这么两个信号 一个是呢,这个西马尔呢 得到了这个整个的哈马斯 多个派别的移植的用户 也进行了祝贺 同时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呢 少有的对这个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呢 也进行了祝贺 同时呢,期望按照北京宣言 进行这个,就是共同协商 巴勒斯坦今后建国发展的事宜 他希望这个西马尔呢 今后能够参与巴勒斯坦这个政府啊 一些事情的商议啊 这实际上呢,体现出一个信号来 巴勒斯坦内部的各个派别啊 当时在签署北京宣言的 我记得好像13个派别 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协同下呢 在北京啊,签署了北京宣言 那这说明了哈马斯啊 与整个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力量呢 正在处于一种微妙的变化阶段 从原来的互相的这个 非常的激烈的冲突 到现在呢,整个的巴勒斯坦呢 正在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 所以说呢,西马尔上任啊 他不但有自身的这个非凡的经历 同时呢,也获得了巴勒斯坦呢 各个派别的这个支持 非常罕见的是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呢 也表示祝贺 同时呢,也希望他今后呢 一起商议巴勒斯坦的这个发展 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呢,应该是在北京宣言的这个影响下 所出现的一个全世界所期望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这个西马尔呢 他不但自身的经历啊,非凡 在这个战略上呢 具有比较远的眼光 同时呢,他也应该呢 激取之前呢 与以色列这么多年的这斗争啊 巴勒斯坦呢 没能建国的这种教训 把与以色列的这个激烈的武装斗争呢 在战略上进行一些调整 与这个巴勒斯坦 特别是这个发达赫 现在这个巴勒斯坦总统 这个阿巴斯 他们这个政府的 这种战略上的 如何的合作 就是整个的力量团结一致 整个的巴勒斯坦力量啊 主要是哈马斯和这个发达赫呢 两大主要的力量 就是把这个武装斗争 跟这个和平的这个谈判呢 有机的结合起来 向着这个两边建国 就是巴勒斯坦尽快建国的这个大目标啊 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趋势啊 已经是出来了 也就是呢 在西万尔上台以后啊 呈现出了一丝呢 将来这个巴勒斯坦团结一致 一致对抗 以色列 在战略上 把这个和平谈判和这个 军事斗争对抗呢 相结合的 这样一个大的动向和趋势 好 谢谢大家